土耳其外长恰乌士欧陆在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并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晤 恰乌士欧陆在推特上称 在上海附近的江苏无锡市与中国外长进行会晤 他表示我和王毅外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课题进行了讨论 评估了经济合作机遇 并就以维吾尔杜绝人为首的议程中 表达了观点、希望和敏感态度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在北约秘书长 颜斯斯托尔·腾贝格的主持下 在布鲁萨尔举行会议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自2019年以来守着召开会议 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设防后出现的紧张局势 以及与欧洲安全有关的问题 斯托尔·腾贝格表示很高兴开始谈判 尽管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比利时国防部的计算机系统成为黑客攻击目标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 国防部官员意识到他们在12月16日被黑客入侵 据报道 黑客瞄准了外部电子邮件系统 外发的电子邮件到达了该部 但官员无法回复 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说 在经历了四个星期的系统崩溃后 该部电子邮箱昨天已恢复 报道没有提供有关谁组织了网络攻击的信息 中国西安封城超过21天 疫情却没有出现明显烛环迹象 西安市与州市和安阳市接连封闭 超过2000万人被禁足 加上西安政府采取强硬清明措施 频频传出医疗与民生危机 如今更有外媒揭露当地的隔离营生活贸样 居民被关进冰冷的金属货柜中 并在缺乏足够食物的情况下接受隔离 其中不乏孕妇老人与儿童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 欧洲地下储存设备中55.6%的天然气已被使用 该公司宣布其在欧洲的储存设施中的天然气正在迅速减少 抗疫措施的放松 以及由于天气缘故无法满足日以增长的天然气需求 导致欧洲价格自去年以来达到创纪录水平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 华盛顿仍致力于寻求与朝鲜进行微交接触 他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最近几天看到的情况让我们更加相信 如果我们想要取得进展就需要参与这种对话 朝鲜官媒周三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到场监督了超高音速弹导的成功发射 这是平壤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进行的第二次次类测试 哈萨克三新政府已经开始工作 新一届部长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由阿里汉·伊斯梅洛夫总理主持 伊斯梅洛夫表示政府将尽一切努力完成分配的任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